哎,雷群主,各位群伟,转播员,还有群里各位亲友,啊,今天晚上的娱乐时间,到了。 现在是娱乐节目,刮评图说第三期,关于爷爷与顺者,论图的平等观,兼回应图说第四百四十七。 我把这个呢,今天呢,分成了三段,啊,第一段讲什么呢,叫爷爷与孙子,啊,图的平等观,前几天我在跟那个老图讨论的过程当中啊,就听了他的一个关于爷爷与孙子的说,啊,这个学说啊,让我的非常意外,啊,因为什么呢,这个老图呢,他是属于叫言必称美国思维,那么如此的观点呢,和认知呢,就让我, 很难不让我瞠目结舌,啊,他这样说的啊,他说啊,这掏钱的是爷爷,收购钱的就是孙子,这是他当年在国美电器打工的时候,他师傅交给他的名言,啊,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依然是徒老弟弟这个座右铭和评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金律, 那他的观点呢,就去商店里,你买东西的顾客,那就是爷爷,店内的那服务员呢,那就是孙子, 他就还举个例子,为了怕到时候在行程的有钱没钱的这种啊,误会,他说了,你看刘强东别看他没有钱, 如果他亲自去给人送货呢,他就是孙子,收货的顾客呢,那就是大爷,啊,刘强东去别地消费呢,那就是爷爷, 不为他,那就是孙子,所以老图当年去波尔顿的咨询公司应聘的时候, 因为是公司选择他,所以他就是孙子,公司就是爷爷,反过来,如果他家里供一个保姆, 那他就是爷爷,保姆就是孙子,这是他图的图说的语音当中的意思啊, 如果大家不相信,可以去听我跟他的这个讨论的音频, 我专门还跟他谈了,聊了,我说你这到波尔顿去啊, 其实双向选择,你们都公平的,你不去波尔顿,你可以去A公司, B公司嘛,对吧,你又不是只有他一家,又不是说只有那个 波尔顿一家公司,去应聘,对不对,啊, 我还跟他看完样子,我说你,那你不太辛苦了吗, 每天不断地在做孙子和做爷爷之间来回切换, 啊,一会儿孙子一转眼又成爷爷了,对吧, 在他的图说第432期的时候,他论述的有无产阶级民主, 有无产阶级民主的时候呢,也有一些类似的观点, 相近的东西,啊,他说的呢,如下这些话,啊, 回头我待会儿发文字版,我全部他的原话, 我都是用红色字体标出来的, 那些红色的字体都是我非常认真, 又很辛苦的,听一句写一句的,啊, 应该说基本上95%是严格尊重,尊重原意的, 啊,他说了,今天的财富格局, 如果扣掉官员的贪污,利用权力寻租群体以外的有产阶级, 他们的财富形成是合理的, 应该得到尊重的,还是应该推导重来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分界线, 大部分希望看到战争啊,非常大的动荡啊, 希望社会重新洗牌的等等, 大部分人强烈的认为, 今天中国的财富格局, 从,是从根本上不合理的, 这是他说的那个关于无产阶级分子的啊, 而包括我在内的有产阶级, 坚决的认为, 我们这个阶层所挣得的钱, 我们认为, 我们赚得的钱是完全合理合法的, 就是说,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甚至, 甚至, 以我自己的认为, 企业家和专业技术人员, 是中国社会进步最重要的人, 是最有能力的人, 是最应该受到尊重的人, 从这一点上说, 我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 企业家最大的慈善, 就是每月给他的员工发工资, 通过每月给人发工资, 养活了那一家人的生计, 听了这话, 我怎么觉得有点像那政府养活人民的翻版呢, 然后接着说, 这是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常识, 我咕噜寡文读书少见识前, 老徒你可不要骗我, 哪些国家的常识如此, 成熟民主国家的企业主都认为, 他们是养活了员工, 在做慈善工作, 在老徒看来呢, 企业家老板都是爷, 而员工们都是孙子, 因为老板做慈善, 老板在发钱, 赏了员工一个饭碗, 养活了员工一家人, 那以上呢, 这就是老徒的平等观, 在老徒的言论里面是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平等的人际关系的, 反正不是爷爷, 就是孙子, 一会儿是爷爷, 一会儿孙子, 他好像也不怎么了解, 在一个非垄断的市场中的商品或者劳务的交换, 每一个参与者都有其选择权, 其关系呢, 都是一种平等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平等交换关系, 双方的交易都是一种商业或者雇佣契约的关系, 而对于企业主和员工来说, 企业主出资本, 生产工具, 员工出劳动, 共同参与市场活动, 企业主的资本, 员工的劳动力都属于生产要素, 属于不同生产要素的平等合作, 所有以上这些什么爷爷与孙子之间呢, 实质上呢, 都是平等的契约关系, 不存在什么给钱的是爷爷, 收钱就是孙子, 除非谁愿意去做孙子, 掏钱的送出去的其钱是钱, 拿回来的呢, 或者叫换回来的是物或者是服务, 给钱的不是为了做慈善, 而是为了交换, 可以说呢, 老徒是基本上不懂的什么叫做契约平等, 在名校清华里面没学过, 工作多年到至今, 依然也不了解, 我也没说错, 欢迎老徒拍专, 何谓契约平等呢, 契约的基础呢, 是指是契约主题平等, 主题平等, 权力义无对等, 等价有偿的原则啊, 在这个签订条约之前的双方都有双向选择权, 啊, 你可以签也可以不签, 没人拿刀顶着你的顶着你的腰眼, 是吧, 签订合约之后呢, 双方同样都有根据合同或者法律约定的解决权, 解决权, 遭受损失的时候呢, 都有平等的向对方所藏的权利, 是吧, 那如果老徒真的以为自己是雇主, 就是爷爷, 你说他的保姆被当着孙子, 后来喝去任意清卖, 你说保姆是不是就, 基本就不伺候你了, 如果老徒在跟保姆签订雇佣合同的时候, 钱给你说明, 他和保姆关系就是爷爷和孙子的关系, 那你说保姆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不是就拒绝了, 不去他们家, 你给多少钱呢, 要当你孙子, 对不对, 这个老徒呢说, 他被博士顿咨询公司雇佣了, 他在公司面前, 他说他在公司面前就是孙子, 他非常感恩公司给他这份工作, 感恩当然是一种很好的品德, 对吧, 但是你大爷可不必一定得做孙子吧, 你说对博士顿公司来说, 你说收老徒, 他又不是说做个慈善舞, 我救进你了, 他们认为老徒能够给他们做出相应的贡献, 能创造出足够的这个价值来, 对吧, 那老徒他当然也有自主选择, 前面不去博士顿公司, 不去做博士顿咨询公司的孙子, 我从来也不相信说, 一个美国的公司会把自己员工当孙子, 哪怕这个公司再牛逼, 对吧, 老徒去博士顿咨询公司也是他自主意识的结果, 也并不是出于任何人的强者, 尽管也有自愿为奴的, 但是显然在这里不适用啊, 对不对, 我觉得有问题的, 就是老徒的平等观和思维方式, 他跟公司之间也是一种老五和公资的平等交换关系, 他们之间呢, 有的仅仅是一种实力的不完全对等, 但是双方契约主题的身份观意都是平等的, 就任何人和签订合约之前呢, 双方的这种实力都不太一样的, 谈判的谈判过程当中的所谓的谈判地位, 就是从实力角度讲, 是有点不对等, 但是他们自己在签约的签约主题的身份关系上, 法律关系上都是平等的, 你可以签可以不签, 对吧, 你说了啊, 你这个客户妈太牛逼了, 你只要是不是说被钱, 被钱所居住, 那大不了我不挣你的钱, 我不签了, OK, 对吧, 当然可以是吧, 这像一般的契约的, 它是有特点啊, 就是契约, 主体平等, 意志自由, 啊, 权力本位, 是吧, 我们再看看这个法律上怎么讲的啊, 就1999年3月15号通过的一个国内这个合同法, 规定的双方的合同双的关系, 所以叫定立, 合同定立的原则, sorry, 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 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 是吧, 二, 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定立合同的权利,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第三, 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 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啊, 其实这个公平的也包括去买东西的价格公平啊, 价格公道这样, 第四, 当事人行使权利, 履行义务的, 应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 啊, 啊, 这里面就说的非常清楚, 就是契约双方签订契约的双方关系是平等的, 这就是一种契约平等, 这就是一种关于契约平等的原则, 啊, 那么第二点, 我们就讲讲是平等啊, 这平等呢, 大家都说的比较多, 这个平等呢, 其实分成好几类啊, 这个一个是法律的平等, 啊, 法律之前面前人人平等, 这就是一个平等的最根本的原则, 像契约平等呢, 它既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平等, 因为本身来讲是合同法所规定的啊, 其次呢, 它也是确实在市场交换过程当中的主体地位的一个平等, 啊, 自由市场交换, 对吧, 每个人都多向双向选, 都有双向选择权, 对吧, 可买可不买, 可做可不做, 可签可不签, 啊, 这是一种就是原则上的平等, 法律上的平等, 第二点呢, 就关于人格, 就是第二点就属于人格平等, 哎呀, 我们人格是平等的, 对吧, 这就是说指的是人在个体的尊严和人格上的平等, 还有一种就所谓的叫机会平等, 每个人都享有同样的参与政治, 这个社会上的政治和经济活动的机会, 对吧, 比如考大学, 啊, 我们, 你像考大学, 你像八八年, 啊, 这个上海市, 老徒是在上海考大学, 对吧, 八八年他考的理科, 考的清华, 你像八八年, 我们山东省的理科, 本, sorry, 不是理, 不是, 这个理工科, 理工科的本科分属线, 就比上海的理科本科分属线呢, 高了一百四十分左右, 那你想这个公平吗, 那机会不公平, 因为他呢, 不是同样的分数考同样大学, 而是说有些地方呢, 很分数很低, 可以考好大学, 你像在山东, 你可能就只能说, 你比你上海的成绩考个清华的, 你可能到山东, 可能只能考个中占, 这就不叫机会平等, 这叫机会的不平等, 那个第四呢, 就所谓的待遇平等, 这个待遇平等呢, 比如说像男女平等啊, 同工同仇这里呢, 那这个呢, 就有点类似于, 当然不完全是啊, 就是有点像结果平等的意思了, 那第五个呢, 就叫终极平等, 那这个是我家的啊, 那个对不对的幻音批判, 什么叫终极平等呢, 叫做两腿一灯一切成功, 不论穷户归黄中, 那个中就是都上坟墓里去了, 那是不是归一种终极平等, 或者是结果平等, 大家结果都成了黄土一泡, 咱们隐一名言吧, 也好显得高得上一些, 美国的独立宣言里的平等观啊, 前言, 美国独立宣言里面前言说了,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语的, 照顾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 并服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权, 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老兔曾经说, 你的生活都没搞好呢, 钱没什么呢, 你就别搞什么民主了, 这是民主啊, 当然也是好意, 就是你没, 家里生活还照顾不好呢, 你还要什么民主去, 追求民主去, 先把生活搞好, 这是便好意, 但是穷人不能搞民主啊, 这个从原谅讲是有问题的, 大家在上面追求个人权利,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第三点呢, 就说到对图说, 这个第447的回应, 这里面我又分成几个小点, 其中第一个小点, 叫做政治抹黑, 这个老图听了我的瓜屏图说第一期, 谁最有可能动图的奶酪之后, 做了他的图说第447音频来回应我的音频和文章, 当时因为我发完音频之后, 我还要发了文字版, 老图非常有礼貌的送了我一种大帽了, 这大帽叫什么, 叫贤熟的政治抹黑, 他的原话怎么说的呢, 是说瓜哥运用贤熟的政治技巧, 对我进行政治抹黑, 他反复把我所说的穷逼这个词跟穷人画的等号, 我骂过很多人穷逼, 比如周小平, 周小平可不是穷人, 他在北京有上千万的房子, 如果按照穷人就等于穷逼的话, 他怎么会是穷逼呢?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穷逼就是那个图书馆的管理员, 我做了大量的音频, 把毛啊, 周小平啊之类的称为穷逼的, 你搞搞清楚再来抹黑, 好吗? 我们再来看看老图, 我们再来看看老图对穷逼所下的定义, 他这个为了证明我是抹黑, 所以特别专门的下了定义, 我要对穷逼做一个精确的定义, 穷途末路, 而且穷凶极恶的做坏事的人, 当一个人出身不是很成功, 不是通过正当的渠道成为一个社会上成功的人士, 反而要通过外媒邪道穷凶极恶的方式好上位, 好博眼球也好, 或者是赚钱也好, 谋取政治权利也好等等此类, 简单来说, 就是穷途末路而穷凶极恶的那类人, 咱们再来看看老图啊, 怎么描绘那些要共产产的无产阶级的啊, 无产阶级是指没有掌握重要的, 可以产生经济利益的资产的, 那这块呢, 要是讨论了就可以问他了, 什么叫做不重要的, 不能产生经济利益的资产, 资产如果不能产生经济利益, 还叫资产吗? 那叫财产, OK? 据经济社会地位中等或中等偏下的阶层, 这就叫无产阶级啊, 他会给无产阶级下定义, 那无产阶级呢, 对于所谓今天中国的财富格局极大的不满, 认为包括那些企业主的钱, 都是共产党跟共产党购结赚来的, 剥削老百姓来的, 医生老师都是什么眼镜蛇了, 等等各种各样的蛇, 包括专业技术人员拿的钱也是不合理的, 等等等等, 没有房子的无产阶级, 新上海人新北京人等, 小地方的人觉得北上广盛的人, 炒几套房子就成为特别有钱的人, 他们特别的不满意, 他们大, 这个他们是家的货户啊, 原话没家, 没有他们, 大部分希望看到战争啊, 非常大的动荡啊, 希望社会重新洗牌等等, 大部分人都强烈认为, 今天的中国财富格局是从根本上不合理的, 这句话他说了好几遍啊, 无产基金民主, 宣扬的是仇富, 只要是煽动, 蛊惑, 对于过去三十年所形成的财富格局进行重新洗牌的, 不是民主派, 他们是共产派, 跟张红良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我所推崇的民主进程, 是由无产, 有产基金来主导的民主化的过程, 反正这有产基金啊, 这条图也一直没下一本学定义, 啥叫有产基金, 这个这个标准, 财产标准怎么定啊, 按一下目标, 今天的财富格局应该受到充分的尊重和肯定, 企业家专业技术人员等等, 啊, 这些人要受到社会高度的尊重, 而不是一些靠蛊惑人的瞎扯, 就成为所谓的政治领袖的, 啊, 我称之为搞搞大的一些人, 这些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 啊, 这个老兔的意思就是说, 赵国啊, 现在是自由市场经济, 啊, 啊, 这些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一无是处, 他们想通过一些什么极端的手段上位, 从这个角度来说, 跟当年的毛, 之前的太平天国, 没什么区别, 他们用的口号都是假的, 独口中的无产阶级民主派啊, 又是仇富, 只要是煽动蛊惑, 去供那个老徒那样有资产, 有产阶级奶酪, 又是什么共搞共产派, 又是什么搞搞大, 什么想通过一些极端的手段上位, 跟当年的毛没什么区别, 你说等到说到这儿了, 你说那个无产阶级民主派, 和穷逼代表毛之间也画上等号了, 从他对这个穷逼的定义, 以及他对无产阶级民主派的描述, 大家是不是应该有了一个清晰的结论呢, 在我的音频和文章当中, 我不过就说了一啥呢, 在图像眼里, 穷逼无产阶级人穷自短, 道德水准自然低下, 因此又会要惦记供那些富人的财富, 这是我说的一句话, 在他的眼里, 我从来没有说图先生说啊, 那当然这个东西呢, 也也也他就已经由于我表述的不是特别准确啊, 我向他道歉啊, 老图, 但是你怎么讲怎么看, 听我的音频还是看我的文章, 我没说过你说无产阶级是穷逼, 我在音频里面说过几次, 在文章里面大概有一到两次, 是穷逼无产阶级, 而从来没说你说过无产阶级是穷逼, 也从来没说过你说无产阶级是穷逼, 对不对啊, 你知道吗, 按照这个老图对这个穷逼的精确定义, 以及他对那些想供富人财产的无产阶级分子们的描述, 你说我称之为穷逼无产阶级, 有什么不对吗? 是不是? 你明白吗? 如此看来呢, 我没, 我可没政治抹黑你要老图, 是吧? 当时你来抹黑我, 抹黑你了, 这有点肉啊, 是不是? 下次呢, 听清楚了, 再来回应我, OK? 这就是我模仿老图啊, 哎呀, 我们图老弟非常热情的告诉我, 政治抹黑是需要高超技艺的活, 在这里他不说我显熟了, 等学熟练了再来抹黑, OK? OKOKOK, 图老弟, 我一定虚心向你学习这门技巧, 现在呢, 我准备把这个大帽子, 这个还给图老弟啊, 因为我看他图老弟给自己量身定做的, 我也非常感谢的, 因为他不是下那个, 专门下给那个穷逼啊, 下了个定义, 准确的定义按他原话, 我还真是没法这个带给他对比, 要我自己说, 恐怕没有这么有说服力,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啊, 第二小点呢, 就关于这个所谓的财富格局啊, 他回应我这个关于财富格局的事, 我质疑他财富格局, 和这个社会财富的问题, 因为财富呢, 是老图做政治判断的一个, 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标准啊, 老图认为呢, 中国那些啊, 中国跟那些我在这个, 在这个, 第一期音频里面, 说举例的那些国家的国情不一样, 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 他说了, 都是由油产机构主导的民族化, 苏东聚变时, 他们每一个人都差不多, 都是多少年计划经济下来, 换句话说, 那东欧呢, 都是无产机构了, 也都没多少钱啊, 对吧, 但是人家也没搞共产呢, 当然了, 他说了这个四万亿财富, 跟那时候不一样, 太有钱了, 这么多钱, 你肯定那帮穷逼无产机, 老店子的钱啊, 四百万亿呢, 我都说了, 我所说的四百万亿的民间财富, 那我估计他这个地方是口误, 因为是应该是总体财富, 或者社会总财富, 除去造家和各级财员的官员, 及其亲属所贪污的啊, 这个不是大头, 除此之外的, 政府的公务员利用职权, 跟其直系亲属权利, 变成变钱, 贪污的钱以外的民间财富, 这个产权关系, 是不是应该理直气创的, 非常光荣的说, 这是我们创造的财富, 我认为我们完全有这个资格, 中国的经济, 这么多年的财富创造, 是共产党创造的吗? 不是, 好老徒, 说的非常好, 我完全赞同, 我鼓励你把这个财富宣言, 要大声的对赵家喊出来, 因为当前真正不尊重你们的财富创造的, 不是那些穷逼无产者们, 他们顶多也就是痛快痛快嘴, 对你们真的形成不了什么具有现实性的威胁, 目前赵家老爷们遇到困难, 要让你们分忧, 开始关门打狗, 准备杀猪过年了, 明白吗? 你要喊话的对象, 不是那几个在网络上的情绪化的屁民, 而应该是赵家, 你知道吗? 后面老头就继续对问了, 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是, 是人创造的, 是哪些人创造的? 是工人创造的吗? 是本家博学的工人吗?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 你讲的是马克思的博学论吧, 所有你们这些民主派, 当你们说中国创造出来的民进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时候, 你给我个理论说说, 你如果说不是企业家, 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创造的, 难道是工人? 这后面没了, 他那意思就应该就说, 难道是工人创造的吗? 对吧, 不然没了, 估计是做音频的时候漏了, 老图啊, 许多专业技术人员也应该属, 也属于你定义的那个无产积极, 你别忘了, 明白吗? 另外呢, 专业技术人员如何定义? 专业技术工人算不算专业技术人员呢? 对吧? 估计呢, 说到那儿, 老图估计可能就已经, 着急的顾不上逻辑了, 老师说什么, 你们这些民主派, 看来他是很快就忘记我, 前天我就告诉他了, 我说我不是什么民主派, 我也从来没加入过什么派, 除了我在, 是一个叫国内一个政治花瓶党, 不叫党了, 花瓶党是叫协会, 叫民间会的会员, 我就是一个追求自己公民权利的批评, OK? 下面有点断序, 因为我是他的话语的这个音频有断序, 他说丁点的资本主义制度理论当中, 理所当然的就会认为是资本, 是企业家创造了主要的价值, 发明家, 而这个企业的员工在一个所谓的资产积极, 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和语境当中, 他们是被雇佣的劳动者, 他们拿到一个合理的工资, 那么企业所创造的价值, 理所当然的归股东所有, 因为股东是企业的创造者, 那叫资本主义, 哎呀, 非常可惜, 我觉得我也是国有企业的股东之一, 但是国有企业几十年来所创造的价值, 从来就没有理所当然的按照股份, 归我所有过呀, 我接着说了, 就这一点, 你们认为今天中国所创所有创造的民间财富, 阿里巴巴的财富是店下二创造的吗? 那么你们的理论基础就是毛工那套, 好家伙, 大冒着来了, 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 哇塞, 赵国如今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了, 到今天的中国市场经济是不是成立, 在不同行业, 不同地区, 它的自由市场经济程度是不一样的, 我看这儿老图估计开始给自己找补了, 理论漏洞找补了, 那既然不一样啊, 那么如何能用那个老图自己所谓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来一刀切呢? 在东北, 在电信, 在国有企业里是很少的, 但是在互联网企业当中, 平装水呀, 方便面呀, 等等等等, 民营经济占国有经济70%的这些领域里, 江浙广东福建等地则是市场经济成分是主要的, 这个是这话道对啊, 我赞同, 但是你说互联网中国也是互联网也是自由竞争啊, 那谷歌看来不是中国不让进, 是他自己不想来是吧, 哎, 否则就不会出现一个取义演员的儿子马云成为中国首富的情况了, 祝贺马云, 中国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胜利者交交者要给马云献花, 所以不要拿什么所谓中国市场经济不完善, 里面有很多权力的因素在里头给我扯淡, 啊, 美国早期的时候, 洛克菲勒也有很多的非法的行为, 啊, 中国的企业家除了那些政府官员的职系亲属外, 真正的企业家提供真正的产品, 真正的服务的, 参与市场经济的那些人, 可以堂堂真正的对这种, 这个各种各样的污蔑的人说, 我们就是中国的资本家, 我们就是创造价值的人, 这老徒, 这农民工, 流水县工人, 农民, 那些等等城市中下城民众, 他不创造价值, 老徒接着宣言, 啊, 我们就是资本主义的玩法, 他家在中国资本主义的玩法, 牛, 啊, 牛, 虽然我们是在共产党的各种各样的盘剥, 抹黑压剥之下, 哎, 这不对啊, 这资本主义玩法又受到各种盘剥, 抹黑压剥, 你知道吗, 这好像也不太资本主义啊, 我们人柔不重, 创造了今天的经济, 此处应该有掌声啊, 应该有给老徒这样的一些经济会的鼓掌, 啊, 给企业家们鼓掌, 啊, 不过说到这儿, 我还得感谢老徒, 老徒为啥呢, 尽管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企业主, 不是这么家, 但还有个小企业也过了几个人, 多少呢, 也参与了财富价值的创造, 哎呀, 这边老徒在家估计就过于保姆是吧, 哈哈哈哈, 而不是你们这些所谓在海外流亡的, 什么也没人干的, 心里酸溜溜的主, 海外的, 哪个酸溜溜的赶紧站出来, 呵呵, 你就听到这儿吧, 我有点糊涂, 你说老徒到底是在说我爱说谁呢, 我弄不成了, 反正反正老徒, 我可不是在海外流亡啊, 我也没啥没干, 我在这儿还干活啊, 除了以前经常会钓鱼, 但我现在正办也干正经事了, 找工作啊, 学地产经济啊, 学那个这个啊, 移民顾问啊, 我怎么在这儿干活, 我可能不, 我肯定不会是, 是我去募捐找, 向你募捐养活我啊, 在这儿生活对吧, 不会的啊, 这个我在这边也不吃救济啊, 在国内当然我也不吃, 是吧, 你说酸六六, 那肯定更不至于, 我这人最大的自信就在我自个儿, 我有钱没钱, 我到哪国家都能有办法养活自己, 高来低去的话全能干, 你说修个修个东西啊, 做个搬行工, 或者去某个公司, 我应聘个高管都不知道那事, 对不对啊, 只是我这个人平时 闲菜馒头 低瓜南瓜 过日子都很开心 用不多少钱 我属于那种 这个比较俗的人 也没什么特别高的 这种物质生活要求 平时我也用不多少钱 也用不着逼自己了 所以我干活做事 主要凭心情兴趣 我可是既不羡慕你的钱 更不羡慕你的人 明白吗 OK 哎呀 我那非常可爱的 杜老弟继续说了 如果你们对这点不服的话 请你们来给我论证一下 中国经济民间的这些财富 这些伟大的公司 从华为到到联想啊 小米啊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了不起的 京东啊 阿里巴巴啊 这些伟大的公司 他们的财富 啊 在海外上市 在中国上市 有明显市场价值的 几百万亿的财富 是谁为主体创造的 你看 这儿又从主体了 那主体这倒对哈 因为他们是主体 但还有别人以那为主 以市场经济为主 不 以工会经济为主 以市场经济为辅 是吧 啊 如果不是共产党 不是国产经济 劳动人民创造的 那是谁呢 哎呀 当然啦 企业家嘛 精英嘛 发明家嘛 专业技术工人嘛 对吧 看我背的怎么样 但是老徒徒 我就去想哈 你学过经济吗 在市场上创造价值的 是不是只有资本呢 生产的要素 资本 土地 劳动力 生产工具 这些东西就资本 和生产工具 超到价值 土地 不产生价值 你熬的八宝粥 离了哪个东西 你又不能叫八宝粥啊 是你们吗 你们这些海外民运 在哪儿 几十年都没回中国的 如果 哎呀 你说的这儿 我就想那张老徒 的暂停暂停 要是在这个曲 曲里对话就好办 暂停暂停老徒 你是说我吗 你如果说我 我可是每年都回去的啊 那如果不是说我 你说你在回应我的音频 你说那也干嘛呢 你不要拿这些来给我扯淡 我还是学老徒 你来给我解释 这样 老徒 我解释不了 因为老师从来没教过 我只有资本才创造价值 我算是长见识了 老徒就说了 流水线上安装的工人 不算技术工人 你说 但是那些有专业技术证书的 技术工人算专业技术工人 他们好像也有很多人 没有在北上往那套房 他们平在家也就 可能没多少钱 按照你那个财务标准 应该他们很多也算是 你归类的无产机 你这怎么判断呢 老徒最后 又来一句 这是经典的资本主义理论 哎呀 他说他以上说的那些 都是经典的资本主义理论 你说我对着老徒的勇气 胆量 佩服的时候 五体投地了 老徒 你知道什么是 经典资本主义理论吗 你给俺讲讲好吗 经典资本主义理论 哪位大师说了 仅仅靠资本 或者是技术 因为他后来也提到专业技术人员 才是财富和价值的创造者 作为一种社会和经济的体制 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的特色 是资本资产为私人所有 劳动力可以通过 透过薪资雇佣买卖 资本收入 就是企业所挣的盈利部分 除了给国家拿走一块 剩下的就归他了 归那个投资的几家所有 这叫资本收入 不能把它等同于社会 把它等同于社会财富 OK 同时自由市场上的价格机制 就是主要是被用来做 分配资源的一些媒介 我从百度上找了一项 社会财富定义 英文里面就找到一个 没有什么social wealth 叫什么social wealth 一般会有social welfare 那就是社会福利保障那一套东西 那咱就先暂且用 百度上的社会财富定义吧 社会财富是指 劳动者在生产过程当中创造的 具有对人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 是指进入社会生产 生活领域 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物质 社会财富包括自然资源 劳动产品和知识技术产品等形式 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 是社会财富的两个基本属性 我呢当时的时候 在那个给他这个讨论的时候 我曾经说了一句话 他问我财富谁创造的 我说财富是13亿多中国人民创造的 哎呀他立马觉得警觉了 13亿多中国人民都在创造 那不行了 人人都在参与创造 那不就是人人有份 人人平均了吗 他就是这种思维能力你知道吧 就好像说我在要共产 人手一份人均一份 把房子都收给国有啊 每人平均分了 什么收一方式啊 你说那企业家啊 不是中国人民啊 你说那个技术工人发明家 不是中国人民 我所说的中国人民创造的 就是指的是除了 就是说是相对说那些 共产党创造的啊 造家创造的 而是说除了造家以外啊 就是这些中国人民创造 造家这个政权是被人民所养活的 是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 我必须得说 是那些精英们创造的 是企业家那些技术 专业技术人员创造的 其他人都不创造社会财富 我对老图呢 就是说 这些财富宣言啊 就是说 私人财产权应该得到 这个严格的保护啊 这点我是非常赞同的 就是说未来转型以后 不能建立 要建立一个社会 一定是一个保障 人身自由和财产 私人财产权的一个社会 不可能说再去搞什么 共产 人均一票 然后就去 大家投票表决 去分富人财富去 那是 那不叫转型 那是属于扯淡了 那这属于呢 再重新再闹革命去了 是吧 或者就闹就 不叫闹革命 就要搞那种农民起义 那种是吧 这个老图说了 90%以上的出口是民企 那这块呢 其实是个细节问题 我就是觉得好玩 跟他较较真 因为老图呢 据说是搞投资分析专家呢 那最不应该犯的错误 就是这种数据的 比较大的错误 一般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 2015年的出口当中 民企出口的总共是10278.3亿 占整个出口的45.2% 不是90%啊 什么就90%以上出口是民企 那下背啊 这老图后边继续找我啊 说现在随便在上海 一两套房子的钱 就比那些早年流亡到海外的人 一辈子挣到的钱 乃至建造的钱 都要多得多 那个就是现实 OK 不要觉得心里不舒服 啊 事实如此 你看老图说到这儿非常得意啊 我都能感觉到他那种得意洋洋的样子 啊 清摇雨扇是吧 这个老图 OKOK 啊 我没有觉得不舒服 我也不是什么早年流亡海外的 也不知道你到底说谁 反正 但是呢 我据我观察呢 最近跟你论战的 那些海外的人啊 没有一个是早年流亡海外的 也没有一个是没挣到北京一两套房子钱的人 啊 你现在人家那些在美国的住的房子 未必比你在上海郊区的别墅差 至于自然环境 食品安全 社会保障 政治自由等方面 更是比你强不知道多少 人家既无需担心美国炸弹头上落 也不用担心穷逼共产到家门 更无需担心赵家老爷要过年 是吧 那过年杀猪 这也是麻烦的 啊 是不是啊 啊 事实如此 不要觉得心里不舒服 OK 哈哈 哎呀 好玩啊 好玩 第三 他回应我的关于谁领导共产啊 说关于历史上的共产 都是由知识分子 而不是由底层民众来主导的 这个没错 不错 比较诚实 哎 承认我说这点对啊 但是呢 我的原话可不是什么知识分子啊 你不要偷换干净哦 我举的那些例子啊 绝大多数都是有产阶级和专家学者 经营分子啊 不是说什么知识分子啊 老徒继续跟我们上课说了 但是呢 所谓的宣传仇富 宣传去把富人杀掉 他们去复分富人财产 不是从中国 也就是 这翻得有点乱的 我看我 也就是一九二十年开始的 毕竟是两千年了 好家伙 一个案子又上下两千年了 只不过是一个由头而已 太平天国也是如此 陈胜吾王也是如此 只是用了不同的由头而已 这个基础一直没有变 远的反过大革命 哎 总之他这个话呢 就断了续续 罗罗 大概就近这些 你说那老兔扯得够远吧 上下两千年 而且很快就要扯到文化 或者民族基上了 啊 这下好像我们 两千多年来 共产革命史 是吧 共产史 哎呀 你说就老兔这两历史知识啊 东拉西扯 破洞太多 我都没办法 一一驳斥了 法国大革命 那可是先由贵族国王发动 后来由吉伦特 雅各宾派 各类精英先后接手的 你像那个米拉波 那不是 人家是贵族 对不对 你像那个 那个那个谁 那个那个 罗伯斯比尔啊 那个什么呀 那个那个 马拉呀 丹东啊 人家都是医生啊 律师啊 检察官啊 都挺牛逼的 都不是什么社会 私议人 私议人 人群 知道吗 你知道吗 爱说了 那法国大革命 你说跟共产 也扯不上关系 你说 那大革命以后 也没共产呢 后来那个革命 继续往下进行 你像那个 拿破仑 那也是革命吧 对不对 拿破仑掌权以后 也没搞共产 对不对 跟共产 扯不上一毛钱关系 哎呀 我说老兔 你就长点心吧 求你了 多读点书 再做音频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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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的话 说三遍啊 后面呢 四合我都省略了 因为我后边 实在听不下去了 再说听了就可能 又跑偏了 跟我都没什么什么关系了 我也就 我也就不回应了啊 你还说什么 要我啊 要我去说服你 是吧 你们要来说服我 啊 让我放心 你说 我去说服你 干 让你放心干嘛 你放心不放心 跟与我何干呢 我又不回去竞选啊 说还稀罕你的当选票 必须让你说服你 来支持我投我一票 我就觉得好玩 跟老弟 你一起交流交流 我发现你的这个 你的那个音频 他给我提供了很多灵感 啊 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 啊 另外呢 我听群友说的 你听了我的音频之后 说要优我优默 可是我听了万天 非常坦率的告诉你老弟 这个优默是需要 优默是需要高上 高超的技巧的 你学熟练了 再来优默 OK 我老弟 你需要虚心向我 学习这门技巧 好了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啊 欢迎 吴老弟 尽快拍马来拍专 拍瓜啊 拍瓜 谢谢大家 不好意思啊 这个娱乐时间到此结束 好 哈哈哈 谢谢大家